我们刚刚说不是有营养阶层吗 从生产者写个生 然后消费者一 就是初级消费者一消 然后二消三消 这叫营养阶层 如果我们把这几个营养阶层的 某个指标的数值 画成这种长条形 然后由生产者 初级消费者 初级消费者 一系列往上画去 不是看起来就像一个塔一样吗 像这种塔就叫生态塔 把生态系中的营养阶层 用塔状的形式表达 而且通常越低层就是生产者 越高层就是高级消费者 那像这样的生态塔 可以表达什么 最常看到的生态塔 三种写在下面 第一个叫树塔 或叫树量塔 表达的是树量 就是生产者是草 一千株 吃草的羊十只 上面有一只豹 就一只 它的树量塔就这么单纯 一千只草养十只羊 十只羊养一只豹 这就是树量塔 或简称树塔 第二个叫生物量塔 生物量塔指的是质量 而且是干重 那就是你把它收起来之后 烘干秤重后 就得到生物量塔 比如说 这边的草 烘干之后有一千公斤 少一个零 一千公斤 但这边的羊羊呢 加起来 烘干之后就有十公斤 这边的猎豹 加起来就有两公斤 太小了吧 大概是这样 这是以公斤 干重当作 那个数值 当作你的指标的 这叫生物量 是质量 好了 除了数量 除了质量 还有什么量啊 还有能量 最最后一个叫能量塔 它就是你的能量 比如说这个草 加起来 有一千焦耳 但这边的羊羊 全部的身上含有能量 只有一百焦耳 那猎豹呢 只有十焦耳 你们发现 我这数值 为什么是一千 一百跟十 十分之一法则 当你在画能量塔的时候 它会遵守十分之一法则 这个营养阶层的下一间 只会留下十分之一 好 这个叫能量塔 这三个生物塔 我都讲完了 我们来讲一些特殊情形 这三个塔 只有能量塔 不可能倒三角形 能量塔 一定是正追形的 能量塔 一定是正追形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定是 符合十分之一准则 这一塔 有一千焦耳 往上 一定只剩一百 十分之一嘛 这往上 只剩十 这往上 只剩一 它因为符合十分之一法则 越高 就只剩越小 而且是 比上一阶层 只有十分之一左右 所以它会越高越细 所以这叫正正正立追形 能量塔 绝对是正立追形的 因为它符合十分之一法则 但是 数量塔和生物量塔 就不一定了 哦 那大家 你要知道例子 你要会判断 那我来教 你们 数量塔的例子 呈导生肖型 很常见 我看一下会不会有 我先讲数量塔 比如说 一棵树 树是生产者 它放最下面 没错吧 养了 一百只毛毛虫 可以吗 可以啊 那毛毛虫是不是初级消费者 以数量来讲 一棵树 养一百只毛毛虫 它最下面的底座就一 第二阶层一百 但上面可能又变了 那鸟有十只 有可能是这样啊 毛毛虫 然后被这一百只毛毛虫 养十只鸟 数量塔 最容易找到例外的例子 它不是正追型的 人类身上也有哦 十个同学 身上的蛔虫有一万只 十个同学 头师有一千只 师一千 马上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数量塔的例外 非常好举例子 通常都是指那个 消费者 个体很小 像毛毛虫 相对于大树 或是头师跳蚤 跟寄生虫 相对于你 这个消费者个体小 然后数量多 它就可以数量塔 下载上宽 接下来跟大家讲讲哦 另外一个例子是 生物量塔 就是质量 质量的例外 就很少见了 所以我们举了这个例子 是很重要的实例 大家要了解它为什么 通常你质量塔 就是生物量塔 会倒三角形的 通常是在阳光剧烈照射的海水中 就是这边的光合作用很旺盛 那像各位现在看下面看的这个图哦 是某一年 我忘记是学测还是指考的附图 学测指考考过哦 好 他说在一个海水当中 真的藻类 它的干重 重要是干重哦 是 它的那个生物的量是四单位 鱼类是二十一单位 他就问你 请问这个岛三角形的这个塔 是生态打中的哪一个塔 当时题目是这么稳的啦 下面有多选项 当你看到哦 下面就有四 上面有二十一 绝对不会是能量塔 能量塔一定是下宽上载 所以直接把能量塔全部删掉 好 那有不可能是数量塔呢 不可能 因为藻类比较小只 鱼比较大只 鱼的数量不会多于藻类的 你有看过这边就有两只藻 就四个藻类 就有二十一只小鱼在吃藻类 那藻类一下被吃光啊 所以那题答案不是能量塔 也不是数量塔 那题答案是能量塔 是能量 错了 讲错了 是质量 是生物量塔 我是白痴讲错 是生物量塔 OK 那我现在想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生物量塔 偶尔会像这样子出现岛三角形 那这个理由大家要知道 好 那我就开始了 事实上当时大考中心出了这个题目 有问题 因为原始数据在哪里 在这里 它其实指的是在水域中 能量光线非常旺盛的地方 这边的浮游藻类会不断的分裂 一直行光合作 才可能出现生物量塔 导生角形 那原始数据在这里哦 当时我们引用这个数据 是这本书 1971年的书 是什么 这本怎么发 生态学概论 生态学基础 这样子 它里面有个插图在这边 你看 4跟21 它的那个单位是 平方公尺几公克 可是你看它的前面哦 这个是浮游藻类 藻类它的干重是四公克 没错 可是下面这个不是鱼 其实是浮游动物 你看 这是浮游动物的英文 这是当时大考中心出了题目 它其实不是鱼类 是浮游动物 差很多哦 鱼类很大只的 重量很重 是浮游动物才可能是这样子的 好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 那当时这个 这一篇 这本书写的这个数据 这个研究来自于哪里 你看这边有写哦 Data from the English Channel 这什么鬼啊 英文频道 当然不是英文频道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 生态学上的数据呢 英文频道是这里 英吉利海峡 当时的数据是在这边研究的 而且一定是夏天 因为这边纬度蛮高 冬天这边观光中效率不好 一定是正下 盛下观光中旺盛的时候 这边才会出现岛深角形的情形 好 那我现在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在这个海水 阳光充足的时候 光阳充足旺盛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 岛类比较轻 可是吃它的浮游动物 却比较重的现象 大家 我把这个故事讲清楚一点 当时 研究了人员搭了船 用一些特殊的采集工具 放到海水面 好 捞起来 把这些生物分类 这些是岛类 这些动物 然后全部烘干 一秤重 发现 岛类呢 只有4克 但是浮游动物有21克 诶 4克的岛类 怎么可能养活21克的浮游动物呢 不合理呀 各位 因为你的采样是 瞬间那个时候 岛类只有4 浮游动物21 你没有看到的是 那4公克的岛 下一秒变8公克 再下一秒变成16公克 它会不断的分裂 因为光合作用很强 但它4公克的岛类 变成8公克之后 立刻又变为4公克了 而为什么不见了 被吃了 这4公克的岛类 又分裂成8公克的岛类 马上又变为4公克 为什么又不见了 被吃了 那个岛类是不断的分裂 不断的被吃 所以你才会看到 岛类怎么只有4公克 而浮游动物有21公克 现在我要做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 台北市有效传来的比喻 因为这个形象 在我们学校几乎没有发生过 所以你们听听看 我这个比喻 就是有个都学 到了他们学校 做那个调查 做都督导 就都拿下来乱拍 拍照上课啊 拍游泳池啊 拍球场啊 拍福利社啊 拍校长室啊 拍摆摆摆摆 拍完之后回去 开始整理照片 发行照片 看完之后 打为光火 立刻打电话 连个该校校长 你告诉什么东西 你给我解释 那样上面是什么呢 福利社 画面左边 有一个班同学 刚上过体育课 全身都是汗 穿短裤短袖 大概50个男生 全身都是汗 画面右边 是他们福利社的冰柜 里面卖饮料 但那冰柜里面 只有10瓶饮料 画面左边 50位同学 伸出手来 学我学我学我 画面右边 只有10瓶饮料 他看到这 就把校长再来卖 50位同学要喝饮料 你再准备食品 他怎么可能喝得到呢 就像你现在取样 4公克的藻类 却有21公克的浮游动物 他怎么可能吃得饱呢 那时候校长说 都学你不要气愤 让我娓娓道来 让我解释给你听 请你到现场看看 现场的情形 现场情形是怎样 50位同学 阿姨阿姨 我要喝饮料 结果阿姨说 好要几瓶 两瓶 就把冰柜打开 两瓶饮料拿出来 给他 瞬间另外一位阿姨 从后面的厨房 后面的散布 又放上了两瓶饮料 所以十瓶拿走两瓶 又补两瓶 还是十瓶 校长 阿姨我要五瓶 拿走五瓶给你 另外一位阿姨 立刻补货五瓶 十瓶还是十瓶 也就是说 校长就跟那个 都学说 都学 你看到十瓶跟 十瓶 像五十位同学 你没有看到 我们五瓶色阿姨 补货的速度很快 那十瓶 永远都是十瓶 不会减少的 你拿五瓶走 就给你五瓶 拿十瓶走 就给你十瓶 我的冰柜 永远有十瓶 永远都是十瓶 但事实上 我们要出去的瓶数 远超过十瓶 可是你今天 取样子拍个照 你就说只有十瓶 事实上 你没有看到 补货的速度 那个补货的速度 就是爪力的 光合作用 跟分裂的速度 所以这个 只是暂时取样 哦四养二十一 那个四是不断的分裂的 所以这一定要在 丰富的 丰富阳光的海水中 营养盐丰富 它的光合作用 跟分裂速度快 那像我刚刚说 那个场景 一定是那个福利社阿姨 补货速度极快 才可以维持十瓶饮料 养五十个男同学 对不对 类似的比喻 以上 清完这个比喻 希望你就了解 为什么在 有些海水中 四公克的藻类 却可以养二十一公克的 浮游动物 补货速度很快啊 请说 你问问题很好 他说如果我今天 假设我还没吃到他的时候 这个四有可能变成五十 有可能 但有可能很少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可能是五十 然后一五十 附近的浮游动物 就过来吃 就开始吃少 所以当时的特别家的意思 在那边取样 哇五十 五十跟二十一 就是浮游车类五十 浮游动二十一 但这种数据 跟我们疫药的数据 一样 就没有特别 但偶尔 我这边 刚好一取样 四两二十一 好奇怪哦 怎么搞成教育呢 就放在书上 所以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当年其实大考考这一题 高中老师们 其实不太高兴 因为这个例子 是非常罕见的例子 一般你在自然界看到的例子 这种情况很少 通常都是生产者或是比较低阶的 它的质量比较重 是哦 你不要看贝东大草原 你把所有的草男牙烘肝 它比林安还要重哦 因为它考虑草更 它地下部分比地上部分多 其实肝重都是生产者比较多的 而这个例子是 只有那个例子 在殷疾历海峡 偶尔看到 它偶尔不是 偶尔是五十分之二十一 但偶尔看到四二十一 它这是很少见的例子 而且就在某个瞬间 你可能换个时间 或者早上你精神了 又不是这个比例了 所以它是很少见的 那这么少见的案例 既然来大考考 我们就觉得不太恰当 你应该要考常见的例子 这个是很例外的例子 可是既然考了 大家要知道原理 好 请说 对 很好的问题 你要做这个眼虫的实验的时候 你要先厘清 这个眼虫在这个阶段 它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不行 如果它的生产者 你要放在生产者那里 它只行逛号中的时候 如果它在吃别人 你要把它放在消费者那里 因为有些生物 这种会跨 对 比如是扎实动物 你有时候可能是二级 有时候可能是三级 怎么办 你就要厘清 或是加全 就是我的人生中 有百分之二十是二级消费者 百分之三十是什么级消费者 你要加全去做计算的 所以各位 生态学的研究 其实还蛮复杂的哦 有些生物 它的那个营养阶段是 不止有一种 它可能跨的怎么办 你就要有些研究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加全啊 或是只研究它某个阶层 以上就是能量流转中 我们再讲那个生态塔 或者说那个生物量塔 有例外的情形 就说明一下它的机制 第一次 大人 没关系 感谢观看